想像一下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突然发现你之前没注意到的是 你的邮箱几乎空了 你开车前往最近的加油站 却发现除了87汽油 已经没有其他汽油了 你该加这个87汽油吗? 这些不同号码的汽油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汽油是不同的 运飞是我车子都使用同一款 在美国,最典型的汽油是87、89和92汽油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号码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最常见的汽油号码是91、95和98 数字越高,燃油的价格就越高 那么选择最便宜的汽油 似乎便显得理所当然 但并非如此简单 事实上,这些号码表明了燃料的新挽值 这是测量气体在燃烧时抵抗暴震的能力 这个我稍后再谈 首先,我要先解释 高性挽值或低性挽值的燃料 是如何与不同的引擎搭配使用 这听起来很令人讶异 但如果你有一台旧车 那你就很幸运咯 因为你通常无需担忧你的车子应该加哪一种汽油 更高的新挽值代表这款汽油用在你的引擎上的效益更好 但其实,如果你的汽车使用手册 说你的车可以使用任何燃油 包括87汽油 那么实际上差别变很小了 这意味着非常小 是的,我想你早就知道了 正常情况下 87和92汽油基本上是一样的 使用92汽油 你可以稍微降低你的碳排放 并发现你的汽车所消耗的燃油少了一点 但仅此而已 然而,如果你的汽车制造商明确声明 你的车只可以使用89或92汽油 一切都会不一样了 87汽油是一款基本款汽油 大多数的老车都适用 89汽油具有中等新挽值 适用于新款车 而92汽油是高级汽油 主要用于好车和跑车 但有时甚至新款中等车型 也只能使用92以上的汽油 如上所言 如果使用手册中有声明 你可以使用这三种燃油的任何一种 那么选择权就完全载你 对你和你的车都没有任何不同 但如果新挽值对你的车很重要 那么你就得好好记住 千万别用比厂商所要求的 汽油的新挽值还要低的燃油 然后我们便得讨论一下 我之前说过要解释的问题 暴震 这个词本身是因为当汽车油箱内 充满着低于必要新挽值的燃料时 所发出的声音而创造出来的 它会发出可听见的 或噴的一声 甚至第一次发车时都可能无法启动 这是因为燃料在引擎中与空气混合 如果新挽值太低 这种混合气体就能迫早燃烧 损害引擎 你曾经在开车时听过这种声音吗? 请在下方留言中告诉我吧 现在你已经知道它背后的原因了 无论如何 当制造商的引擎因为增压或涡轮增压 而造成更多空气进入引擎时 制造商可能会要求使用者 使用更高的新挽值燃料 也可能是因为增加了气缸压力的 较高的压缩比 引擎会因为这些特点变得更有效率 但同时也需要有更高的新挽值 以协助引擎的正确运作 当引擎中有更多空气时 意味着可以更快的点火 这可能会导致混合物的提前引爆 但若使用高新挽值的燃料 这通常不会发生 而使用低新挽值的燃料 则没办法进行保证了 所以如果你把87汽油加到一辆 需要至少89汽油的增压引擎的汽车中 你可能会在发动点火时 便很有可能听到可怕的爆震声咯 然而用错燃油所造成的损害 并不是立即出现的 在真正发生问题前 你可能还是可以 继续开好几个星期的车都没问题 最重要的是 大多数现代汽车都有一个保护系统 可以减弱爆震效应 而且不会让汽车因为使用低新挽值燃油 而有太多的损害 那么回到影片开头的第一个问题 是的 如果你被困在高速公路上 只有87汽油可以选择时 你可以把它安全地注入油箱 但我仍然不建议滥用此做法 长远来说 修理这台引擎的成本 将远远超过它的燃油经济性 此外 星挽值越高 汽油就越澄澈 因此它既能帮助你的车子维持良好的状态 又能减少你的排放量 现在 如果我能减少我的排放量 那么 现在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越高的新挽值燃油 价格越高 尤其是对于使用87汽油引擎的车 它完全没有影响的话 原因很简单 钱 一如既往 较高的新挽值是通过添加元素 来提高它的新挽值 而这非常的昂贵 这样的元素添加的越多 成本就越高 这是直观的逻辑 因此 购买一辆昂贵的汽车 只是由服务与维修账单 所呼救出的漫长道路的第一步而已 但不久前 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汽油 它有一个独特的标签 E10 或E15 字母E代表乙醇 数字代表乙醇在燃料中的比例 分别为10%和15% 在美国出售的大部分汽油 都含有10%的乙醇 汽车制造商允许他们在汽车中使用乙醇 E15的情况则稍微复杂一点 但仍有很多的汽车制造商 将他们的汽车加以设计以适应E15 最后 还有E85 或者弹性燃油 这类燃油含有51%到83%的乙醇 只有几家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可以使用 乙醇基本上是汽油中最有效的添加剂之一 它本身有很高的新碗值 约为109 对环境更安全 也是可塞生能源 且能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乙醇是从甘蔗或玉米等植物中所提炼而出 其生产的便利性 有助于将成本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0.68美金 那么 我们为什么不转而使用以乙醇为燃油基础的汽车呢? 嗯… 要是有那么简单就好了 首先 乙醇的效率比醇汽油的效率低三分之一 这也就是说如果使用100%的汽油 你可以开3小时的车 那么使用了100%的乙醇后 你就只能开2小时的车了 现在把小时改成天数 你就会发现差别有多么明显了 其次 只有最新的汽车才可以使用E85 所以 所有的制造商都得花上许多时间 以为此燃油的使用做出应变 第三 目前提供乙醇燃油的加油站少之又少 也别忘了其他类型的交通工具 比如 电动汽车 它们在减少污染上比乙醇汽车更有效率 电动汽车可能会从市场上同时驱逐 汽油和乙醇 并完全取代它们 好 我们已经讨论了新丸子和乙醇燃油的话题 但是… 我还是觉得我们似乎忘记了什么 啊 是的 柴油引擎 它们有什么问题吗 事实上 并没有 只是它们运作的方式和燃油引擎完全不同而已 那么 如果你不小心 或者故意 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故意这么做 将柴油加到你的燃油汽车里 会怎样呢 一开始 你开车的时候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 那是因为引擎会用完油箱里剩下的汽油 但… 一旦最后的几滴汽油用完了 你的车就会停下来 这是因为柴油和汽油有不同的燃烧方式 对汽油有效的方法 对柴油无效 反之亦然 如果你的油箱里装了柴油 你的车就无法开了 你得把车拖到加油站去把油沥干才行 不过别担心 既然引擎坏了 通常也就不会对汽车的内部造成损害了 但如果瀝干有没有用的话 你就得准备付一大笔钱把引擎拆开 瀝干 并重新组装了 然而 如果相反的情况发生了 你把柴油油箱里加满汽油的话 情况则会变得更糟 瞧 柴油不只是燃料 它也是一种润滑剂 一种汽油所缺乏的品质 如果汽油引擎无法燃烧柴油 柴油引擎实际上是可以燃烧汽油 但这还是无法真正改善问题 汽油会在燃烧的过程中过早引爆 产生我之前说过的那种暴震 由内而外的破坏汽车 它还会使燃料喷射器缺乏润滑 而这可能导致其迅速的失小 总而言之 如果你犯了这样的错误 就只好准备更换汽车的一些组件了 所以千万记得当你为你的车选择燃油时 你有几个等级可以选择 你可以在加油站骄傲的下决定 并说柴油效果刚刚好 加满吧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一些新东西 请给这部影片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 我们还有其他我想你会喜欢的影片哦 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的影片就好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